洛杉磯附近最近春雨綿綿 而在南邊的Joshua Tree國家公園天清氣爽 週末遊客蜂擁而至熱門景點如鬧市一般 南家Joshua Tree國家公園在10號高速公路一直往南開 到29棕榈樹從LA約需3個小時車程 以獨特的沙漠景觀和標誌性的Joshua Tree而聞名 占地面積超過79萬英畝 Joshua Tree成立國家公園竟然是因為一位女士的呼籲 巴薩蒂娜的社交民园米勒瓦漢米爾頓看到當時許多人為了裝點自己的莊園 過度地採集沙漠十倍 因此不懈地努力呼籲保護加州沙漠及沙漠內的一切動植物 他的努力終於在1936年促成Joshua Tree國家公園的成立 Joshua Tree是非常有特色的公園 它包括兩個不同的大沙漠 莫哈維沙漠、科羅拉多沙漠 兩者形成一個充滿活力的景觀 擁有兩個不同特色的植物和動物和各種奇形怪狀的巨石 由南端、喀登屋、遊客中心進入公園 仙人掌花園是遊客必看的 這種仙人掌看起來毛茸茸的 像泰迪熊一樣可愛 所以又稱為泰迪熊仙人掌 可是其刺堅硬無比 連厚實的登山鞋都能刺進去 公園有告示牌警告大家 千萬不要碰、不要踩 刺乳皮膚急痛無比 沿威爾森峽谷再過去 沿路停滿車輛 這裡就是公園最熱門的景點 Arch Rock Hard Rock 沿公路規劃好的路線走過去 形形色色的巨石 吸引年輕人攀爬跳躍 Arch Rock 早音 攝影師鏡頭而揚明 幾乎每個遊客都要爬上去 與之合影 心石也真如心臟般 聳立在小山丘上 情侶都在心石前合影 庫鲁石是Joshua Tree 另一個重要的地標 它就在公園大道上 不需要太多的步行 每個遊客都會在此與 骷髏時合影 感嘆 造物怎麼會把石頭變成骷髏 隔街還有巨石岩 是攀岩者最喜歡攀爬的岩石 除了奇形怪狀的巨石 Joshua Tree更是公園最重要的主角 幾乎所有的平地都有它 它的名字是短叶石蘭 因為摩門教徒 西行時看到這種樹 像子路的使徒 而稱之為Joshua Tree 它也叫 絲蘭棕榈 樹絲蘭和棕榈樹絲蘭 是絲蘭鼠的植物物種 它的習性像樹一樣 但是沒有年輪 特別的耐旱 耐熱 耐寒 耐風 因為這些特性 每株樹 姿態都類似 長不高 平均能活150年 2023年2月 加州州長劉森 提出了一項 西部Joshua Tree 保護法案 重點保護受氣候威脅的物種 並允許在南加州沙漠 進行開發 公園 還有一株Joshua Tree 特別奇怪 樹桿倾斜 長成拱門 而下垂的枝葉 仍然繼續在生長 與一般Joshua Tree 大為不同 新隱游客與之合影 南加州 一向少雨 山一直是灰鶴蛇 最近雨水不斷 這些山 也長出綠草 青綠一片 南加景觀好看多了